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10月9日 乒乓球亚锦赛女团半决赛开打 中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 最终 中国队3比0战胜中国香港队晋级决赛 首局开始 面对自己非常熟悉的杜凯勤 莎莎就做好了应对疯狂搏杀的准备 事实也证明了莎莎的预判是非常正确的 上一场还出任中国香港队一单的杜凯勤 这一场换到两单就是抱着拼命的态度 一上来就在前三板疯狂发动进攻 想要尽可能打小魔王一个措手不及 但面对孙颖莎逆不透风的防守 杜凯勤的搏杀效果并不好 还总是被小魔王反击一拍打穿 顺风顺水的孙颖莎也很快就取得了5比1的领先 虽然杜凯勤也没有放弃 一直在努力追分 如愿在局末将比分追到了8比9 但孙颖莎没有给他翻盘的机会 以11比8先拔头筹 第二局比赛二人还是坚定贯彻赛前制定的打法 不过杜凯勤在搏杀的同时 增加了自己落点的变化 毕竟他非常清楚 只要莎莎站住不动 以他的单板质量 根本打不穿孙颖莎的防守 只有让小魔王动起来 他才有希望主动得分 打法的改变 也让杜凯勤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 将比分追到了两平 但是在莎莎发力后 瞬间打出了一波流 重新取得了6比2的领先 并且轻松以11比4再下一程 在自己的赛点局 孙颖莎不想和杜凯勤有更多的缠斗 一上来就轰出了一波4比0 虽然背水一战的杜凯勤也没有放弃 但只想快速结束战斗的小魔王 还是以11比5锁定了胜局 在孙颖莎顺利拿下杜凯勤之后 国拼在这一场女团四强争夺战中 取得了大比分1比0的领先 第二场比赛 王毅迪对阵朱成竹 尽管第一场女团比赛 王毅迪已经对比赛用球有了适应 但是和WTT赛事不同的用球 还是对大迪有着不小的影响 上一场比赛鞠躬至尾 在孙颖莎爆冷输球情况下 顶住压力将大比分扳平的王毅迪 此意面对朱成竹 依旧没有让球迷失望 虽然开局慢热 让朱成竹一上来就连得5分打出了气势 但大迪很快就寄予了强势的回应 首局在0比5落后的情况下 直接打出了一波11比1的一波流 卢迪以11比6逆转取得开门红 在第二局比赛 王毅迪更是直接开启了吊打模式 冲击力十足的正手进攻 打得朱成竹节节败退 轻轻松松以11比2的悬殊分差再下一城 已经不能再输的朱成竹 虽然在第三局顽强抵抗 但没有太大的效果 王毅迪始终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 并且以11比7再下一城 随着孙颖莎和王毅迪的轻松获胜 国平女队距离亚锦赛的女团决赛门票 只有一步之遥 第三盘陈兴童对阵吴咏林 在王曼玉退出本战赛事之后 陈兴童火速补位 没有参加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的陈兴童 明显对于比赛用球不太适应 首局面对实力并不是非常强的吴咏林 一直和对手熬战至了11平 不过决胜能力 童童明显在对手之上 连得二分之后 以13比11取得了开门红 通过首局较量 逐渐适应场地和用球的陈兴童 在第二局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一上来就凭借犀利的进攻 打了吴咏林一个5比1 并且轻松以11比3再赢一局 背水一战的吴咏林 在第三局落后的情况下 靠着疯狂的搏杀 以11比9搬回一局 不过陈兴童在自己第二个赛点局 没有再给对手机会 轻松以11比4锁定了胜局 最后中国队成功以3比0 横扫中国香港队 晋级决赛 此前WTT大满贯中国战南丹决赛 小将黎诗栋逆转马龙夺冠 让球迷看到 国平南队又一颗新星 冉冉升起 不管是技术实力 还是心理素质 黎诗栋已经具备了 成为超一流选手的前置 问鼎大满贯赛是南丹冠军 让小石头世界排名 也来到了第三位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 他的搭档 宽曼世界排名仅85位 要想成为主力 宽曼不能光靠混双来上位 世界杯国平给了宽曼大赛机会 他连小组都未能出现 很多球迷认为 宽曼一直是在低级别的支线赛征战 没有给他大赛参赛机会 实际上 2024年澳门世界杯 国平教练组就已经给宽曼报名女单了 结果 宽曼城国平女队唯一美能小组出现的球员 林诗栋能够有机身主力的机会 主要是他在近期的国际比赛中有不错的成绩支撑 阿拉木图 澳门 大满贯北京战三个男单冠军 一个比赛比一个比赛的级别高 目前 国平女队主力中没有左手球员 巴黎奥运会女团决赛 日本队也是抓住陈梦王曼玉 双右组合跑位的难点 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实际上 前天一年龄也不大 不过在新周期比赛机会上 教练组给予了宽曼更多信任 眼下 孙颖莎领衔女队在征战亚锦赛 疲劳作战 无凤球 再加上对朝鲜选手金秦英的长交打法不适应 世界第一爆冷输球了 在这样的女团关键的比赛里 宽曼显然不能扮演 帮助球队扭转局面的角色 从过往参加比赛的经历来看 宽曼打颗粒娇皮还是他的短板所在 仅以2022年为例 宽曼就分别输给了四位颗粒打法的选手 分别为奥托塞克支线赛 宽曼1比4小盐摇菜 销球手 布达佩斯挑战赛 宽曼2比3善小纳 直板正交 布达佩斯支线赛 宽曼0比3 乔本范乡 萧球手 突尼斯挑战赛 宽曼1比3扬小心 长交选手 今年多哈球星挑战赛女单 16分之1决赛 宽曼又倒在了奶奶级选手 尼夏莲拍下 大家看一下 宽曼输的这些颗粒选手 他能帮助孙颖莎 拿下朝鲜的金琪英吗 混双不错 女双 女单 都需要证明 宽曼年龄也不算小了 宽曼现在唯一能拿出手的成绩 就是与林诗栋的混双不错 大满贯中国战 宽曼林诗栋也斩获了混双冠军 肖战指导曾说 奥运会的混双球员必须是核心主力 亚锦赛国拼也在尝试 王曼玉 宽曼的女双组合 毕竟奥运会女团的手盘较量就是女双 宽曼要想机身主力 光靠一个混双成绩远远不够 女双方面 王曼玉的双打能力不需要再证明了 宽曼搭配女双与孙颖莎 陈梦的差距在于 她进台速度还可以 一旦退到中远台队拉 她的力量 质量都要差不少 女单方面 宽曼打不了颗粒选手 特别是总是输给萧球手 王亦迪 陈兴童 也都曾有过难过萧球观的经历 在球迷印象里 宽曼一直是小将 可是2004年出生的她 比黎诗栋还要大一岁 已经20岁了 20岁的孙颖莎 已经在征战世界杯 奥运会团体赛这样的大赛 且担任第一单打了 宽曼女单上外战成绩不佳 她至少要拿到 WTT冠军赛级别的单打冠军 才能符合主力的身份 孙颖莎 王曼玉 陈梦 都是有三大赛的单打冠军 从这一点上来说 宽曼在女单上的差距 还非常之大 黎诗栋加冕 WTT大满贯赛事级别的 男单冠军 亚锦赛王主钦首盘失利 小石头又力挽狂澜 拿下对方第一单打 只要持续有这样的表现 她就可以拿到一个主力名额 大家觉得 宽曼光靠混双 能在新周期成为主力吗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 红尔